女子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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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下来啊 顶下来 快 快 快 我叫张迟月 是北京区域大学女子冰湖队的队长 今年21岁 从我上初中也就是11岁的时候学习冰湖 现在学习冰湖已经十年了 冰湖对我来说 现在已经变成我最热爱的运动项目了 它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就是想要在一个枯燥的学习生活中 去发现一些别的乐趣 然后 就是感觉这个运动还挺有意思的 就去练了 我们需要学习心理上的一些知识 去调节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 也需要丰富一些自己的战术素养 去学习一些强队处理复杂局面等战术储备吧 然后也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术 包括投掷冰湖的技术和擦冰的技术 最重要的也是需要拥有一些体能的储备 冰湖也有一个外号叫冰上围棋 它比较考验战术布局 就是可能前几个湖布局布的好 你这一个湖的战术选择有问题 就是功亏一篑了 这和围棋很相似 围棋也是需要一定的战术思路 首先队长就会比队员会想的更多 在比赛的赛场上去怎么样协调好队友的情绪 去选择他们比较擅长的技术的领域 调节好这个团队的氛围 这些都是我需要考虑的东西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 去发现队友的一些技术的短板 帮助他们去进行一些这样针对性的练习 也是我的责任 深冬奥之后 中国对于冰湖的普及确实是 比以前的力度大了很多 例如北京来说 场馆或是成倍的增加 然后在全国性的比赛上 地方队的队伍也越来越多 这都是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之前可能大家都不了解冰湖这个运动 可能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后来大家对冰湖 就是对于我的问题就是 你这个冰湖它是怎么投出去的呀 它这个擦冰到底是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呀 或者是你们是一个人是投几个湖啊 这种比较深深度一点的问题 参加过的大赛有全国 第十三届冬季运动会的青年组的第三名 还有全国冰湖冠军赛的第二名 还有全国大学生冰湖锦标赛的第二名 特别是站在领奖台上 就会让我更加兴奋 就是会有更会有练下去的动力 然后想要继续参加别的比赛 再拿到更好的成绩 因为我要兼顾训练和学习 然后在学习之余的 课余时间来进行冰湖训练 也会在假期 别人放假在家的时候 也要在这个冰湖场上继续努力 还是如果自己有这个决心 还是能够平衡好的 我的妈妈还是非常支持我 这个训练和比赛的 它就让我全心全意的训练 然后去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这样会不辜负自己在春节这段时间 训练的这些时光吧 就是像春节这样的节日 其实还是非常想和家人一起度过的 就是觉得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 一定还是要好好和家人一起过 非常期待北京冬奥会 非常期待各国的运动员 能在北京冬奥会这个精彩的盛会上 呈现出最好的运动水平 也比较期待中国运动员 能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傲人的成绩 期待自己能成为专业志愿者服务 北京冬奥会服务这些运动员 让他们呈现出比较好的运动状态 我现在就是想学好学校的理论知识 然后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 以后会从事像教师教练员这样的职业 为中国冰湖的推广以及普及 助自己的一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绍